欢迎来到有声书评 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 书对人的启发 跟你一起聊阅读 聊想法 聊行动 今天呢 这本书 在还没介绍之前 我就一直想到一个旋律 先讲书名叫做 当我们一起 然后那个 英文书名叫Together 然后它少了一个 当我们同在一起 我们今天是书评介绍 所以这本书是嘉宁带来的 这本书是讲团康活动 是那个救国团 你好好介绍好不好 的那个手册 疫情直接戴口罩讲话 那个呼吸要控制 好 好了 先讲一下它的附书名 你大概就知道这本书的主题了 附书名叫做 苏黎的时代 爱与连结是 泥平伤痕 终结孤独的 最强大复原力量 好 有点嗷口 这个附书名 然后它的作者呢 它是现在美国拜登总统的 他所任命的 公共卫生的署长 公卫署长 对 看起来 它的名字叫做 维 维维克莫西 应该是印度裔 为什么你想要挑这本书 当我们一起 其实这本书 我们没有一起吗 有吧 其实这本书 我觉得这个时节 讲真的是还蛮适合的 那同时其实之前我们有介绍一本书叫孤独世纪 那本书点阅率很高 超好的 大家是多孤独啊 我们那时候以为那本书 就默默的当做一集啊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那本书很不讨喜 没错 对 孤独世纪这样子 但是 我是同时在看那两本书 这两本书 那这两本书都有个特色 很厚 不晓得再厚什么 那么厚 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 然后里面的排版 里面的排版 是紧的 是密的 是密的 对对 但它蛮好看的 因为上次那本书 我说它比较社会学的观点 它用一个比较是经济学的角度 社会演变的过程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好处 就是你对孤独的理解 会是一个比较全观的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本书的时候 因为它的出身是 我再检查一下 它是哈佛的医学院 还有气管硕士 所以医学院其实它研究的 就会是个体 个人病人这样子 所以它里面举的很多的例子 跟它切入的角度 会比较回到个人身上 所以两个一起看 我觉得是很好的 因为两边 讲的例子跟研究 不太一样 可是都是在让你 对孤独的理解 是更完整 那像上次我就有说 其实孤独本来 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它只是形容一个客观的状态 形容一个物理距离 我忘了是几世纪之前 那在这本书 它就更清楚的 把孤独分成两种类型 我觉得我今天讲了之后 大家可能就会更清楚知道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孤独 到底是真的不喜欢 独自一个人 还是不喜欢 就是跟人有连 就是我们就更清楚这件事 它把孤独的类型 分成两种 一个叫做主动式孤独 我以为你会讲思思 然后下一个呢 我猜我猜我猜 叫被动式 对不对 哇文文好聪明 有 你解释什么叫主动式 我不知道你解释 主动式孤独就是我上一集 不是上一集 就之前有谈过的 其实 孤独也好 或独自一个人也好 它是有必要存在的 你不可能整个人生 都随时跟人在一起 因为当你要做一些 比较深度的思考 我们下一本书会讲的 深度思考 或创造性的工作 或创意性的工作 它其实是需要很大量的 内在活动 而且通常是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你的思绪给整理清楚 没有错 所以独处 或者是单独 或某些时候的孤独 它是会让你的整个人格是更深化的 包含着你整个思考的能力 也更深刻的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可是这个叫主动式孤独 就是这是你有意识的选择 而且你乐在其中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时间长度 评刺 还有深度 都是你可以 可是被动式孤独 它是我们人生当中也不可避免的 比如说有一些事 比如说发生了一些意外 你生病了 你暂时的被隔离起来 那我要说的是 如果大家被 就是我们其实有遇到很多朋友被隔离 尤其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播出的时候状况怎么样 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 还在三级 对还在三级 那双北的市长 首长也都要我们自主封城 但其实我们也真的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落实 我身把很多朋友都这样 那被这样子的状况是被动式的 可是还是主动式的 然后再来就是 真的你刚才讲到主动式的孤独 可以帮助我们深化思考 这就难怪我遇到很多 他平常 工作他就是工作嘛 然后他跟小孩相处 就跟小孩相处嘛 但现在是混在一起 是是是 所以他们就会变着 因为没有办法有独处跟思考的空间 就会有另外一个议题 就打幼苗的议题 对对对 他就他就 打不到国家疫苗 就打国家幼苗 蛮惨的 可以你看 这就是每当我们谈孤独的时候 我们就会 把很多的概念 揉在一起谈 对他他好难 他其实都在谈 清楚定义 他其实都在谈距离的这个问题 我到底要跟人有多少的 靠近时间长度空间长度 然后评刺这些东西 我先讲完什么叫被动的孤独 刚才讲意外 还有疫情也是一种意外 可是你不要觉得被动孤独都是不好的 比如说有些时刻 我们人生就是会有一小段时间相对孤独 比如说你毕业 你到了一个新的班级 一开始没有人一开始都是 很快就可以跟人热起来吧 相对小数 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探索环境 特别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一段会更明显 因为你整个就会离开你的乡村是比较 就是你的家乡远一点 所以你会有一种连根拔起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的大学 其实我们都说可以玩四年 其实大部分人的大学 前面一两年都是辛苦的 因为你要适应一个完全不同高中阶段的人际模式 但是然后再来就是学 改变学期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毕业 你从学生时代开始进入工作的时候 你也会有一段时间是很孤独的 然后还有些时候是搬家 所以这些迁移你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吧 我还有想到一个 听起来表面上是喜事 但事实上会产生你刚才说的被动是孤独 比如说结婚 尤其以我们的社会主流结构 女性是不是嫁到富家 我觉得对那个女性来说 她的习惯的生活全是一次的要 整个被拔掉 所以那时候是孤独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职场上 也是表面上喜事 但其实是会有这个状态 就是被生职 你突然之间跟你同梯的 你已经到不同的层次 可是你在上一个层次 你又还没有打进那个圈子 你又还没有打进 那个圈子也没有真正认同你 大家都在看 然后你下面的 那个还跟你原本同阶层 但你已经超车的 他们你知道那个心情 还有生小孩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生命阶段造成的被动式孤独 所以这个是被动式 但是这跟回答你刚才讲 疫情这件事情到底对人的影响伤害 我先讲 然后被动式孤独 如果它是一个看得到镜头 或是相对我们是可控的 比如说疫情 希望大家都有疫苗 全世界都有疫苗的时候 我相信它会慢慢慢慢的减少 不可能到forever 你整个整身整室都都在疫情 那整个世界就毁了 所以它相对是有一个可控的期限 我们还会有个希望感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透过你的努力 所以去改变一些事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生殖也好 或是你搬家也好 或是你生了小孩 你去进入一个妈妈族群 妈妈的社群 透过你的努力 你可以去创造连结的 那这种被动式孤独 就会比较过得去 但有一些被动式孤独 会越来越糟糕的原因是 比如说他遇到霸凌问题 但是一个他已经尽了所有他的能力 他还是在一个相对很痛苦的状态里 或是他是疾病问题 像很多老化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他因为疾病 他没有办法走出家门 他的功能被剥夺了 对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长期 而且不可控 让人觉得挫折的议题 但现在已经也慢慢很多研究发现 你就算没有老化问题 没有疾病问题 很多人也开始失去连结的能力 所以也是这本书在探讨的 然后我等一下也会讲 所以大家现在也知道了吗 是主动式孤独呢 还是被动式孤独 你想一下你是哪一种 如果你是主动式孤独多 而且你真的没有在跟人的连结 很多很多很快乐 你觉得自己一个人很OK 那不要觉得你孤独有怎么样 也不用觉得好像被歧视 没有你就是这样活得好好的 可是如果你其实是感觉 自己是被动式的孤独 你其实有想改 而且你开始意识到这里面 带给你的痛苦 包含着身心的伤害 这前面其实有 我在上一本书也有讲 那我这边再讲得更仔细一点 因为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医学专家 所以他就讲得比较清楚 上一本也有点猴在一起讲 好他就是 就是医学专家 尤其他的那个另外一个专场 是气管 所以怎么样去有条理的 去做组织运作 他们有各自的特色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 同一个议题看不同角度的切入 兼听各家之言 就你的看事情就不会那么障碍 就像如果我直接看孤独 我就看身心灵写的书 或心理学写的书 那他一定会谈非常多人际技巧 可是我觉得不全是这样 那身体的伤害 大家应该就知道容易肥胖 因为我们很容易空虚 就很容易想要透过食物 来得到慰藉 然后再来你会有睡眠障碍 孤独的人的睡眠障碍 是很大的问题 我猜是因为作息不正常 因为你们可能想睡的时候 就睡很久 然后想追剧的时候又熬夜 所以久了之后 因为你失去了跟这个社会的节奏感 于是你的那个睡眠规律会被打破 然后再来慢性病的机率也会变大 最后我觉得还是蛮严重的 就是孤独的人的成瘾问题 其实是很严重的 这里的成瘾问题 其实已经有研究发现 当我们人处在孤独 而且是被动式孤独的时候 我们是会真的有疼痛感 那种疼痛感是 我们的大脑的那个疼痛的神经回路 是会有反应的 是有反应 会有强烈的作用 那当事人为了减低这种疼痛感 他就会用一些麻醉物质 麻醉物质最简单就熟的就是酒精 那再来就是毒品 然后药物 所以为什么孤独跟成瘾问题 通常都会被绑在一起看 那最终最终的当然就是死亡 这是最严重的 这是身体的伤害 那心理的伤害呢 这直觉反应我们也会知道 会有忧郁问题 会有自卑问题 可是我觉得我想讲另外一个比较大 他没有直接讲 可是我在读的时候是 读得到这个影子 就是因为我们孤独久了 我们对这个世界下意识的敌意感会比较强 对 因为你就会觉得别人来靠近你 你已经不习惯这件事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别人靠近你会 非我族类啊 或是不是友善的啊 有一种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恰当 但我暂时只想到这个 就是被害妄想 就有一种 我先假设别人会 打我 所以我就先打你 对 好 那这个东西久了会怎样呢 就会是有所谓的孤狼效应 你会发现西方跟东方 我今天会先整个族群西方跟东方讲 但是不假设 不等于我觉得西方没有东方的这个 简单来说 就是先用一个 比较简单的大概念的二分法 但每个概念 比如说东方文化 东方人群 大家还会有很大的个别差异 甚至于东方人群里面 还要很西化的部分 反过来也是一样 然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状况 每一条都要这样讲 我们可能要录制三个小时 都还讲不完 好 但是你会发现 所谓的恐攻问题 其实在西方国家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那种孤狼式的恐攻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计划式组织式的恐攻 对 对 就是因为在西方国家 我等一下会讲不同文化下的孤独 就是在西方文化 因为他们的那个族群的 这个融合性没有这么高 然后当他一个人 他不管他在生命的哪个阶段 脱离了这个社会的 链锁也好 或者是这一个扣环也好 他就很容易在他的世界里头 越来越敌对敌化 然后再加上西方在武器上面的获得 相对东方也不是那么 比较容易 西方 有些国家是 枪子是可以的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很可怕的 孤狼式的恐攻也好 或者是暴富性的活动也好 在西方大过于东方 这也是有原因 等一下我会再讲 所以这个其实是情绪 对身体 生理的影响 可是它造成是社会问题 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 把孤独这个议题 当成是公共卫生议题 它再也不是个人情绪问题 其实你刚才讲到那个孤狼效应 他就是说 当一个个体已经觉得 跟这个社会网络断裂了 他自然 除了他自然就会觉得 他对这个 他对这个社会 刚开始是觉得 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义务 他没有存在感 而接下来呢 那个敌化效应 那个敌对 虚拟的敌对感就会出来 就会把他任何的 不愉快 不舒服 把他推到社会结构 社会压迫我 但其实社会有没有压迫他 不好说 可是哪怕有 可是他也会用 因为他觉得 因为孤独的这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我对于这个环境 对这个人群没有责任 所以我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就不会去寻所谓的 合理合法的管道 他会做任何事情 今天我能够在网路上知道 怎么制作攻击武器 或取得攻击武器 我就去落实 所以这为什么渐渐越来越多国家 把这个议题当成公共卫生 甚至于是 有些真的是国家安全的层级 真的是 大家开始很多国家 意识到这个议题不处理好 除了少子化问题而已 不只是少子化问题 因为不连接就不会生小孩 不是只是人力问题 国安问题 它更是很 是一种国安问题 好 我们讲完了这个孤独的类型 跟它造成我们的伤害之外 那当然我们来讲一下 一些好的东西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 他还是强调 能够跟人连接 是一件很重要的能力 他不是prefer说 所有人都要每天每天 腻在一起 可是呢 你有没有跟人连接的能力 也很重要 这也是起点文化存在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教大家怎么 好好跟身边的人沟通 我们教大家怎么 好好的相处 怎么好好的跟世界在一起 好好的跟别人在一起 好好的跟自己在一起 好那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当然就是 书里他是医生 所以他就会讲一些 荷尔蒙 比如说你跟人连接的时候 会有比较多的血清素 催产素 所以最近疫情你知道 大家都没有办法连接 大家都缺乏催产素 好的催 好的催产素 在家里因为大家很密集 就催产素分不出来了 那个应该不是催产素 那个是什么 那个叫什么 攻击 压力和耳蒙叫什么 肾上腺素 还有另外一个 皮脂醇 皮脂醇对 皮脂醇爆表了 所以就拼命打国家幼苗 太密集也不是好事 太密集了 因为那个会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为什么一起 让我们很混乱 一个就是太疏离 一个就是太密集 为了防疫太密集 然后也因为太疏离 所以就很混乱 就跟饮食健康一样 就是一个再健康的食物 你也不能单一大量的吃 那还是会出问题的 对 然后再来当然是多巴胺 所以已经有很多研究 包含我自己的课 心理免疫力 我都一直强调 你要让你自己的免疫力变好 身体的免疫力变好 心理免疫力变好的话 你的好的人际关系 是最便宜的药 是最有效的方法 以往的心理学研究 在谈压力的时候 比较强 谈到是个人因应的技巧 可是近期的研究 都会开始说 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有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你的资源才是多的 所以我插话一下 因为最近 疫情很严重 我也看到很多医护 在第一线很辛苦 所以我们起点文化 有就是feedback 我们的会员 就是可以 我们的学员 我们的线上课程的学员 对对对 如果你是医护人员的话 我有提供一点点的时间 提供我的专业 可以跟你聊聊 那我在跟他们 对谈的过程当中 我也发现 我刚开始也是很 也很挫折 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 大部分都是 我无法解决的 比如说专业的医疗问题 或者是硬体问题 可是我在思考 我在陪他们聊天的过程 我就去 着力的一个一点 就是我去让他们 看见他们身边的 很多关系 是很坚实的 在支持着他们 让他们去看见 对 这现在是一个 很混乱的状态 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 可同时 他身边那些 在一起在第一线的 友伴们 彼此是这么的care 彼此 彼此是这么的照顾彼此 相互支持 不管是清洁人员也好 或是一些助理员也好 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发生什么事 大家现在都团结一致的 在面对这个 这个危机 其实这就很有疗效了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光光去提醒这件事情 其实就会让他的 心理压力小很多 好 所以拉回来 就是连结 关系 真的 真的是一个 对你生命来讲 已经不单单只是 人际问题而已 它是在你的身心 都会造成很重要的 好的反应 你的身体会更健康 你的心理也会更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我们的自我认同 因为有一些人就说 我不用跟人连结啦 反正我把自己做好就好吧 对不对 跟人连结很痛苦啊 阿德勒有说 所有的痛苦都是人际问题 好 所以阿德勒要你解决的是 人际问题 不是要你解决人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把自己身旁的人 全部进空了 就没问题 不知道哪里来的想法 就没办法解决问题 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What 我觉得有点喘 所以我刚刚 帮你换口气 然后身份认同 其实我们的身份认同 我们对自我的满意度跟价值 自我的价值感 全部都是来自于 人际关系的网络 所以如果你抽离人际的话 你是没有所谓的自我认同 更不会有什么做自己的问题 没错 其实说白了就是 你一直在那边嚷嚷的做自己 其实做自己就是相对 你要一个群体才有所谓做自己 当你离开了群体 连这个基础都不在了 就像 就像你去月球讨论空气的问题 月球空污吗 就你 所以我不喜欢抽离关系的脉络底下 谈做自己 我觉得所有的做自己 都是在关系里的平衡 所以你不能因为 你的环境或你的关系 让你痛苦 于是你就选择另一种极端 叫做完全不理会人 因为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被动式孤独了 是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 那当然衍生出来 那里面也有谈到这个议题 就是好 如果关系对我们很重要 它也是我们自我的 价值感的来源 它就会现在衍生一个议题 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理论上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的连结能力 理论上应该要比较好 是 理论上 传个line 视讯 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在 我们都跟我们的同事视讯 他们要跟另外一个个体 接触的工具跟评次 工具更方便 评次更高 好 理论上 其实现在已经 N个国家都做出这个研究 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梳理 是比我们那个年代 还要更严重 没错 那为什么呢 就是刚刚也有讲到 年轻人的新挑战 就是因为这个 需要在他人的关系里头 定义自己 而现代的整个社群 网络跟社群 社会文化 让他们太容易比较 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 而自己的 你曾经讲过一个东西 讲得很好 就是当他自己还没有长好 可是这个比较标准 越来越多 而且他太容易知道 别人的状态在怎样 他就会不停的陷入 完美主义 不停的在拿别人的标准 来定义自己 最终他就更痛苦了 对 其实讲到这个 还不要说年轻人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年纪比我大个十几岁 那应该就 他出就是 别说 就大我十几岁 好不好 别说 报音 好 报音 好 没关系 要喝止他 你知道他 因为我跟他的 我跟他的私交非常好 然后所以他每一次 他自己的真实生活里 遇到什么问题 他都会跟我分享 然后常常一聊 我们没有常聊 可是常常一聊 那一通电话 就会聊个一两个小时 这样子 然后我每一次在FB上面 因为大我十几岁的世代 就跟我一样 大概是用FB 那FB上我都是分享他 平常生活的吃喝玩乐 他都分享他自己的 对 跟老婆 跟孩子 看起来幸福美满 都幸福美满 结果呢 因为疫情 然后我知道他的产业 或许会受到一点冲击 我就打电话关心他 结果不打电话还不知道 一打电话 他过去足足 大概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都很多很多问题 工作上的问题 各方面的冲击 各方面的状况 那当然身为朋友 我就是陪他 然后给他一点支持 可是我就问他说 我就聊 后来他有好一点 我就问他说 可是我看你脸书上分享那些 继续吃喝玩意 对 我都supposedly 你都过得顺顺的 说哪有 我才不会把 我才不会把那些状况 放在脸书上 我觉得我记忆当中 他仅少数有一两次 稍微po一点不太对的讯息 那因为我很关心他 我的敏感度 打电话 但每次那种事情 几乎都已经是 性命攸关的 他才会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 没有到那个程度 其实这也就会是 对 这里有几个 我说完 这几个层次就是说 我就问他为什么这样 他就说 因为脸书是不是都会有 去年的今天 几年前的今天 他说他只是想为自己 创造美好的回忆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脸书会提醒他 然后让他记得过去 有发生这么美好的事情 可是这当然 从个人的功能是OK 但当他开了小地球之后 这是不是就是 所有人都看得到 所以就会有个错觉 你知道吗 连我跟他这么好 我就有个错觉 我觉得过去这半年一年 他应该顺顺的 是 然后再来 不是 这个更可怕 再来就是什么 如果我是这样 我跟他那么好 都这样 那所有看着他讯息的 会不会有一个 会不会相对有一种 误解 有一种误解 就是你看别人过得那么好 那我怎么这么 就是这才是最可怕 所以他是双向的 因为你 如果他一直在抱怨 他也还是污染了这个社会 但他如果讲好的 就一定比较好吗 其实我们要问对问题 下一本书要讲 很好 就是他其实不是社群的问题 他一直都是人性的问题 对 他一直都存在 不管你用的是FBIG 不是这个工具的问题 而是这个人际比较 一直都是我们 从小到大会要去面对的 对 就像古早的年代 没有这些社群媒体 但我们一样会看 别人住的大房子 但我们永远不知道 那个房子里面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为什么 我们会说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格 要18岁22岁之后 那现在研究我发现要更晚 应该延荡很多年吧 甚至有些人终其一生无法完成 为什么孔子要说你三十而立 立的不一定是说你的 你的就是成家立业 或是你有一定的成就地位 他应该是说 你对于你自己是什么 能在哪里发挥 或者是你自己想要活成什么样子 你有一个心理的一个踏实 或者是你清楚 你就比较不容易被这个外在的变化 所给影响 你确定了自己 那世界的模样 你才能勾勒得出来 因为你不能因为自己 没有找到或还没找到 你就禁止别人活得好嘛 对不对 所以但是你自己不成熟的情况底下 别人活得好跟不好 他对你都是不好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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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别人的不好就会 你看 你看真的很烂 那别人的好 我 为什么不是我 所以从来都不是媒体的问题 工具的问题 它是人性的问题 那这一个 只是因为现在的科技 让青少年在他脑袋还没长好的时候 因为他十几岁就接触了手机网络这些东西 然后大量的影视产业的这一个 有意识的去塑造某一些会让人崇拜 或者让人觉得他这样子是比较好 长得漂亮什么的 所以让他们的内在自我价值感是更低落的 那当我自己觉得不够好 我没有活到我觉得满意的样子 我在跟人连结上 我也就会很容易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好 或是你如果认识真正的我 就会不喜欢我 所以这在他们的关系连结上 他们建立关系没有太大困难 就是 就是 拉拉以下都OK 可是对于那个真实要touch到 就是我们在教课的时候一直在讲的 你要有一个真实的经营 经营关系的能力 或你有冲突的能力 这些东西底下是空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反应但现在年轻这一代 他们在关系上会更困难做决定 更困难做决定的意思 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 太多选项 上一个交友软体的话 随便滑下去都有几百个 可以让他选 所以很困难做决定 就算做了决定之后 也很困难承诺 因为他会一直希望觉得 他保留那个 如果不喜欢可以搬家 如果不喜欢可以干嘛 就是那个后路对他们来讲是 觉得很重要 因为他不想忍耐 可是这跟我们当初 就跟换手机一样 对 那这跟我们当年 我们在成长过程的体验是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在做决定 不一定比较快 可是我们会做了之后 好就认了 我们可能就决定 好这个房子真的不好 那约到期我们再改 可是对现在的孩子而言 他们就会觉得不行 就是没有 就不要忍耐这件事情 好所以很多新的议题跑出来 那我也没有很悲观觉得 现在就会越来越早 因为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议题 对 这个我已经说过N次了 千万不要觉得一代不如一代 事实上是一代好过一代 只是每一代都要面对每一代的问题 你摩擦到了 我知道 好再来就是不同 最后我们要来谈 这本书我觉得写的非常好的一章 叫做不同文化下的孤独 终于有人要来谈这件事了 因为我自己就很有感觉 我自己受的是西方的心理学 所以强调个人主义 跟对个人负责 这件事情是在我的训练里 很被强调 可是我长在一个东方的文化 所以有些时候里面是很冲突的 就是当我的个案 因为妈妈的情绪 勒索也好 或是妈妈的一些 或家人一些东西 她没有选择离开 如果就西方心理学的角度 她是一个没有对自我负责 的概念 可是如果我要求着她 或者怂恿她 就是去做自己 其实她会有一段 一个部分的自我是断裂的 那这在以前 比较很多在谈关系的时候 比较跳过这一块 就已经supposedly 我们就是在一个东方的状态 或是我们就在一个西方的框架里 谈这个关系议题 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 这个作者他就说 其实不同文化下 简单的讲东方集体文化 跟西方个人个体文化 底下都会遇到孤独问题 然后都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先讲西方的问题好 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 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的 这个面向走到极致 就是每一个人都很疏离 这很好理解嘛 因为每个人都顾好自己 那我干嘛理你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在疫情期间 你会会有一种 至少我不解 就我们 因为长在台湾的人 像我自己也完全不懂 戴个口罩这么难吗 为什么口罩是政治问题 对 但在我们这边会很难理解 因为我会知道 我戴口罩保护我自己 保护我身边 也保护别人 我不会因为我自己觉得 戴这个真的很不舒服 我现在好喘 我就觉得 所以我要伸张我的权力 然后让旁边的人陷入危险 我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在西方就真的会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西方为什么法治很重要 因为他们很困难形成共识 每个个人都有他自己要的样子 所以到最后就是大家都不要吵 我们法律怎么规定 我们就用法律来规定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 台湾人不守法治 或东方人不守法治 那是有另外一个议题 然后不要混在一起讲 就是那是因为 整个文化长这样 所以法治对他们来讲 那就是好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 虽然我们没有共识 但是法律就这样定 但他们就比较愿意遵守 好 但是他们造成的议题 就是我觉得 作者用一个非常好 非常好的隐喻 我一讲你们就会懂 他就用一个盘子 他说西方文化的 这个孤独感 就是有一个很平 很扁的大盘子 像那个法式料理的那种 对对对白白的那种 很大很大 很大 然后上面猜一点点 然后他说你里面的个体 就是散落在不同地方 对对对 你在旁边不容易遇到别人 我想这个 我想补充一下 我很爱看 很爱看西方的居家修缮 大家都知道 然后我常常不解 他们说 他们家某一面的窗户不想开 的原因是 邻居在旁边 然后我看那个邻居 有300公尺远 对啊 那要多好的势力才看得到啊 我心里想 那他如果 对我来讲 住我们那个集合住宅 还可以递酱油了 不就崩溃了 所以我真心觉得 我不是很好理解 然后其中有一个 势力要多好啊 其中有一个 我真的觉得很夸张 他已经买到郊区了 然后他买了一片树林 就是把自己围在里头 原因是什么 他就说 这样我就可以离我的邻居很远 你知道他需要的远度 跟我是差很远 我可能有一个公园 我都觉得很好 够了够了够了 很好很好 好 这就是不同的文化 好我们拉回来 所以他是一个很浅很浅的盘子 对 然后很大的盘面的 但他们的问题就是太疏离 很困难有共识 可是在集体文化底下的孤独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同温层暴力 在集体文化底下 如果你的 你已经归属在某一个团体 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公司 或是你在一个不错的学校 相对的那个 你的社会价值感 或是你在某一个团体里的 那个安全感是比较多的 but你会遇到另外一个困难 为什么我们的被讨厌的勇气 卖得这么好呢 因为大家都没有被讨厌的勇气 对 大家很害怕 然后大家都不去面对讨人厌的事实 很害怕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一旦你发现 你再也没有办法在这个群体里头忍受 或者是接受他们的规则 你的孤独感就会跑出来 而你的孤独感会让你不敢做自己 对 所以 你出不来嘛 所谓的做自己 在东方文化跟在西方文化 做自己是截然不同的意思 那那个 作者他就讲一个很有趣的比例 刚才是很浅 很浅的 很大的盘子 他现在就说一个很深很深的 碗弓啦 而且不只是碗弓哦 那种有肚子的那种碗弓嘛 我觉得用东方的茶杯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很深 很深的 可以装很多 可是里面你很容易聚在一起 因为深嘛 可是你的那个杯壁 或者是 那个墙壁 很容易就碰到界线 很容易就碰到限制 因为大家要在一起 大家要一样 所以限制非常多 那它就会造成另一种孤独 深的那种茶碑 对 那我觉得 哇 终于有一个人把 不同文化底下 关于关系议题的差异 讲清楚了 就是 我觉得常常在聊 关系议题的时候 我们都忘了 我们到底在哪一个文化底下 在讨论 然后我们要解决 我们有一点是把 把这个 前提背景把它真空化了 虽然现在还是 我们受到蛮多西方文化的影响 可是我觉得在 很多核心的信念价值观 对某些当事者而言 他还是很东方的 可能他自己都不意识 那如果他没有去接受这一块 而且也坦然觉得 OK好 明白了 我的文化这样 而且我某种程度 也还是需要这样才有安全感 他就会看着西方文化 然后觉得自己 很不OK 然后开始骂 自己的文化说 都是这样 就是都随便 然后都没有法治观念 可是反过来想 我们就会有人情 人情就变成是我们的文化的另外一种特色 然后你也会发现 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台湾比如说 我自己觉得很骄傲 就是虽然我们到了三级 可是我们的口罩真的是戴得非常的好 大的自律性很高 对 那这其实除了我们的国民教养很好之外 因为我们有集体意识 在知道说这件事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 也不是医护人员的事 所以我觉得不同文化都有各自的好坏利弊 你必须先清楚 你现在在哪个文化底下 先把问题定义好 再来想说 你现在要调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那当然那个作者还是说 这两种文化各有好坏 也不是选西方就好 东方就好 他就是想要第三种碗 又可以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又可以想要连结的时候在一起 他但没有讲这个碗是怎样 但我觉得应该是 你刚才有讲的吗 拉面碗 就是那种 没有那么深 但还是可以盛 然后那开口很大这样子 你记得吗 那种拉面碗 你可能可以有弧度起来 但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 对 然后就这样 就是那个叉烧肉跟温泉蛋 不一定会碰得在一起 但还可以在一个碗里面 还可以啊 对 他们中间有汤这样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我们的后资会很忙 好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本书 嗯 那他当然了 他最后还是有讲一些解方 可是因为他就是个医生 所以他后面的解方 我觉得 可能医学没有办法投一颗药 就把孤独的问题处理掉 所以他讲了一些很好的东西 比如说亲师之间怎么合作 然后怎么教孩子正确的去理解这个世界 理解科技 这也很好 但我还是觉得 如果你真的希望你自己能够长出自己 有独立的自己 同时有语言连接的话 我去洗点文化有很多很多的线上课也好 或实体课也好 是更聚焦告诉你怎么做 对 而且在我们推出这一段书评 你现在看到这个阶段 我们刚好也因为疫情的冲击 我们就觉得这两门课会是我们现在大家蛮需要的 所以我们也因为大家需要推出了一个组合的优惠 季节限定 对 而这两门课就是嘉宁老师你的人际段舍离 跟我们另外一位老师哈克他的语言连接三个秘密 语言连接三个秘密教你怎么样跟人做更好的连结 包含比如说 如果你跟孩子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时代亲子应提 尤其当大家都被关在家里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听那个然后帮自己冷静一下 没错 所以我们自己是需要跟人有一个更好的连结能力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 关系是需要清理的 跟任何宇宙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 树大自然就有枯枝 这正常的 所以我们既要能够跟你想要的 你值得的人好好连结 我们更也需要有一些你真的不想要的 真的是对你的生命伤害的 没有帮助的 怎么样好好的跟他们断舍离 而且这所谓的断舍离还不是你要跟谁绝交 很多人会觉得这么极端化的思考 不是而是在你的心灵的信念层次怎么样让他们不影响你 比如说你不能跟你的爸妈绝交 但你如何可以做到他们对你的刀念不会伤害到你 不会影响到你 那这两门课呢 我们刚好现在有一个组合 在这个期间里面你各自买都有优惠 这个优惠你就上网看 但是如果这两门课你打包一起购买的话 我们在6月21号到6月30号呢 组合价两门一起买才2600哦 对啊真的非常划算 然后如果单买也有折扣优惠 对 所以呢欢迎你把握这个机会 我真心很希望大家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 台湾的疫情已经是慢慢的 不可能那么快了 但是慢慢的比较没那么紧张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既然活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很真实的部分就是 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个可能来回起伏的一个状态 所以安好自己的心 其实我们每个人无论你是要做自己 还是要学怎么嵌入你的环境组织里 我觉得我们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集体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无论是心理上跟他人的互动上 无论是技巧上还是我们的信念上 我觉得有一个全面的 就像我们学要靠打疫苗来保护自己 我们的这些也是我们的心理上面的一个疫苗 所以欢迎大家把握我们在6月30号之前 晚上12点之前的这个优惠 期待你的加入 相信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是 那最后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当我们同在一起 对 一定要呼应一下 你知道我开头用一个相对轻松 就中间讲得好认真 就很好 你接回梗了 这个议题其实蛮重要的啦 不管你现在在生命的什么阶段 老人也会有老人的空巢问题 对啊 然后年轻的时候当然有比较焦虑 那中年的这个压力 其实中年是 对啊 人家说中年危机 那是把这个概念简单化 它是很多复杂的因素组成的 所以如果最终我们都是一个 要活在关系里 不如就好好的去理解 怎么样可以既活得好 有自己可是又能跟他人有连接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关系 不是只有你自己好 别人不好 也不是别人好 而你忘记了自己 OK 好 那今天我们的有声书品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咯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尤其Podcast搜寻有声书品 你就可以订阅我们 无论如何呢 都希望你跟我们在一起 OK 好 那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咯 谢谢你的收看或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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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个要收录进去吧 不要快点充开啊 总每次打你都会想 对啊 这是很妙 别人都会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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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